講得這樣子 因為政黨是不公開 黃醫師加油 劉雨真好啊 劉雨真好 我講每件事情的時候我們都流出 我感謝政黨說 我都會出來讓大家發聲 放心 好那我們先給黃醫師回家消息 劉雨真好 勉勁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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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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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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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國議員 沒事啦 加油加油 韓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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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很多台北台中 我都說不要下來 我們剛說就很多了 所以我有特別的約束我們自己 還是很感謝這麼多人來支持我 真的很感謝 謝謝 大家平安回家 謝謝 感謝 感謝 感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我現在可以講 但是真的偵察不公開 沒關係 謝謝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 沒有 我們比特朗已經非常認真在做 對對 我們比特朗其實也是一直被打壓到線上 但是沒有關係 言論自由假使被 拿掉 台灣就是共產集結國家對不對 對 我講這樣對不對 對 台灣沒有言論自由 那就是共產國家嘛 對 也是集結國家 對 現在已經准共產國家 准集結國家 對 我不相信台灣的良心都不行 在台灣也有時間有 謝謝 沒有感覺 謝謝 沒有感覺 我們比共產國家還幾乎 關在中間就打壓我們自媒體 我最擔心的是阿田 阿田是我們年輕的代表 可是我很擔心 因為我們江湖 我們的平衡都被告訴了 那我是後面誰 可是我要提大家 不要害怕 要勇往之前 對的事情就是對的 對的不能變錯的 對的不能變對的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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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思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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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黃醫師 要不要講 要不要講 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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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幾句 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 他會針對我在品宏 成立霸康總部成立的時候 前面那三句話 我本來以為他會 講說我人身攻擊 就是 那三句話就是 最刻薄 最奸詐 好像另外一句我忘記了 最邪惡 對 我以為他告這個是 毀壞民意 因為他是告我毀壞民意 結果不是啦 幫我接一下 我兒子的電話 結果他是告我說 我 誤告他其他的事情 這邊我不便講就是 因為以前高雄市議會選舉 呃 朱安雄選議長的時候 大家 假設年紀夠大的話 大概二十年了吧 朱安雄選議長 他跑到大陸去了 那是國民黨時代 那因為所有的議員 包括民進黨國民黨 全部都收縮那個紅包五百萬 那我是薩明區的公民嘛 那薩明區公民 我們當時看到新聞就是 議長 蔡劍欣拿了紅包嘛 楊甸甸甲也拿了紅包 楊甸甲是陳其邁的 推薦的議員嘛 還有個正新柱嘛 在廣播店很有名的正新柱嘛 還有就是康福 所以我們感覺上 這個是後來因為 檢察官的判定 檢察官判定 是因為給他還起訴 就是把錢加回來就還起訴 這在全世界的議會 在民主自治沒有這種事情 紅包就是 貪污了嘛 但是那件事情 所以高雄市的檢察 檢察檢調單位 竟然判 還起訴 不用 就多了 不用去手 所以我這個事情 永遠記在心上 那抗議層你們黨團 就是一大堆都這樣子 所以我在品宏的 這個 演講裡面有提到這個 他有說說高雄市議會 紅包的事情 就是報商雜誌啊 媒體都有報啊 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其實17年沒有在管政治 我要不是為了台灣有出了一個救星 我也不會在管政治 因為我非常討厭政治 可是這個事情我永遠忌妥 那他的先生在1999年 就康義先生1999年 他因為健保貪污啊 那時候報章早上一開始報的時候是3600萬 後來定案是1600萬 被判刑在2015年 判刑4年 這是事實啊 後來他們離婚了 可是當時被起訴說 他們倆是夫妻啊 所以就是一個特權嘛 那你家也在貪污 那你在高雄市議會也貪污 那就是有人告訴我 我在舞台上沒有講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 我就沒有辦法在這邊跟你們講 所以我根據他講的話 在那個橋段裡面 我講到一點點 沒有很清楚 他就是我在顧目他那個橋段 我只能講到這邊 那個橋段大家仔細看 因為我的行為我的言語 在任何的 那個YouTube Facebook都可以看到 我是坦蕩蕩的一個人 到目前為止還有人 像我這麼認真要收集資料 講道理給大家聽了嗎 沒有吧 所以比特網也好 江五也好 都跟我錄過專輯 他知道我的個性 我不喜歡亂講話 我是個醫生 我今天問該是 你為什麼來各都幫我們全民公民 反萊豬聯盟的民間團 其實跟陳景都不接受 市長不接受 黨團不接受 然後消費者聯盟 又一次的請願 我也代表發生了 他也不願意接受 還是照常高雄市是唯一院廈市 沒有通過 零檢出的院廈市 無法無天 所以你 你讓我這個當醫生 我以後看病要更多 我會高興嗎 不會啊 所以我油管而發 我講真的 我油管而發 我講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罷免的主題 就是反萊克多巴西 就是反對你這個 抗議程 沒有善盡你這個所謂 未民監督的事情 當然你過去 我會提到一點 但是那個記憶 很久了 20年了 所以我跟法官講 我另外一件事 也是我聽到人家講 但是法官 我的辯護師 也是法官 人家很清楚 他說確實 高雄市 真的是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樣子 我就更增加我的信心了 就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你們不要擔心 我假使被打敗 我相信沒有人願意出聲 為大家講話 因為我不是真的 我也沒有什麼企圖 但是為了人民 我都願意願意的為國 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看到一個人比我更偉大 我昨天在比特王的 28代比特王有講到 有個台北縣的縣議員 唐貴 他就是真的是為了國家 他自後來的儀仗海第三集末 你想看 這樣的人都願意站出來 我反正你算什麼 所以我不會退學 我會退學 加油 你們不要擔心我會退學 雖然比特王很擔心我 以後沒有辦法錄 我只是不能錄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任何公共議題 我都願意錄 我也是當時被 韓國瑜的後援會 所有功能三個最強的戰將之一 我們就是不怕死 我現在64歲 我韓國童年式 我有什麼好見面 我兒子很擔心我的安危 但是我告訴你 人生能夠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何樂而不為 對不對 我看病有限啊 我的科別的關係啊 譬如說我是外科 古科 我的科別就能看這些 可是我相信 韓醫師加油 謝謝大家 有機會還是會為大家講話 來一個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告訴你 欺負我一個殘障的人士 不光榮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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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感謝你 韓醫師加油 謝謝 謝謝 韓醫師再現場聯絡 我是辛苦了 他很擔心 謝謝 謝謝 韓醫師 謝謝 韓醫師加油 謝謝 韓醫師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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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黃醫師因為這個偵查不公開 所以現在很多事情其實是不可以在這個影片或直播這邊來講 有關於這個官司的事情 那現場有很多人很多支持者 大家都很關心黃醫師 其實這個也是不關乎只是黃醫師的一個事件而已 這關乎我們的一個言論自由 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比特網也會繼續努力 繼續把這些公平正義還有真相的部分 我們繼續傳達給大家 希望大家也支持我們 有大家支持我們才有繼續下去的一個動力 OK 那路邊有要跟大家講一下話嗎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比特網頻道 因為其實很多的網紅都陸陸續續的被告 其實可以很明顯感覺出來說 民進黨現在在想進各式各樣的方法 找理由來提告我們 所以我們會更小心 然後我們也會更堅持下去這條路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因為今天路路邊素顏 不方便入境了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這個線上的支持 還有線上的斗內 我們都有看到 但是因為剛剛太吵了 我們無法一一念出來 那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好 大家加油 好 掰掰 掰掰